又來到大情小聚的時間 開始問一個問題 你記不記得你七歲的時候做過甚麼? 如果你問我,我應該剛剛介了影片 但有些小朋友真的很聰明 他們七歲已經開過自己的演奏會 今天我很高興請到Mercedes 只是七歲的小妹妹和她父母張先生和張太太 跟我們一起聊聊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為何一個七歲的小朋友可以是一個音樂神童 歡迎你們三位,歡迎 謝謝 張先生,我知道你就是小提琴家 張太太就是鋼琴家 Mercedes 開始的時候是學哪一件事? 她是學鋼琴的 小時候我們想給她一些興趣 我彈琴時她就在我旁邊搖禮搖禮搖禮 正式她開始學鋼琴就是三歲 我看到她是一個很開心的小朋友 我跟Mercedes聊聊天吧 你好,Mercedes 你好 你覺得我喜歡你的演奏嗎? 很好 很好 是挑戰嗎? 挑戰最重要 好 好 所以你覺得你很開心 你的演奏 最開心的部分 啊 每一部分 每一部分 觀眾,對嗎? 很多人,對嗎? 對 我真的喜歡整個演奏 是的 我最喜歡的部分是 我買了花 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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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 每一部分 每一部分 觀眾都起床拍掌 我想對一個小孩子來說 你們很開心 我看到你帶了你的朋友 跟你們 什麼名字? Cutie Cutie 她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嗎?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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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朋友 你現在讀二年級 我讀二年級 是法文學校 我想問一下 你們發現到 她有那個 音樂天分 但其實會不會 你們自己 都很希望她 將來成為一個 音樂家 學琴 好像很正式 這樣 很正式 訓練的時候 其實是她自己要求 我在四歲幾 我一天在我琴房裡面 在拉著歌 她就敲我門 就跟我說 You are steady, right? 讓我教你 像其他學生 對嗎? 對 我記得 當我們玩 舞蹈 有五肥貓 雞 我們走過 樓 對 她也記得 一些很開心的 五肥貓 對 三肥貓 對 所以她就很開心 現在她的鋼琴 是多少級? 她現在在彈 選擇皇家的八級、九級 音樂界都在九級 她的演唱片都在八級、九級 她才七歲 七歲 對 剛剛七歲 七歲已經九級 港級了 那小提琴呢? 她去到什麼程度? 小提琴其實已經 十級全部完成 她現在 好像她這個演唱片 她所彈的歌 有九、十、ALCT 一首彈 總共彈了 在Poker裡面有七首歌 就 Oncore 她彈了一首歌 一首歌 Alaman Alaman No.2 Alaman No.2 她在台上 彈了差不多一半小時 你會留在舞台上 對嗎? 跟我又彈 Merry Christmas 對 Merry Christmas 對 Merry Christmas 所以她彈了 Merry Christmas 嗯 她彈了七首歌 我就想她 立刻彈 Merry Christmas 因為我覺得她腳太累了 對 站一個多小時 但是她自己就不肯 她就想彈那首歌 Wow Okay So Mercedes Piano And violin Which one you like most? Violin the most? Violin the most? Yeah Yeah Why? Because Challenging again 她都好喜歡接受挑戰 就是開Concert 她就說一定要有挑戰性 是吧? 彈 violin 又很挑戰 那誰是你的最愛的 violist? 你最喜歡哪個小題 Myself 你自己 Yeah 還有呢 And Kim And Daddy And her And Cutie She play violin too? Yeah Wow Okay Her whole family play violin and piano Wow 她很有想像力 很有想像力 很開心 和一個音樂神童聊天 和張先生、張太 又可以分享一下 我想救很多家長 對於自己小朋友 想學音樂 都有可能很多問題 待會我們下一部份回來 我們繼續和張先生、張太 和Mercedes 聊天 然後Mercedes 都會和我們演奏一曲 不要走開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做功課我都會幫他 好像鋼琴BREAK那時候 一些法文功課 但是他做功課很快的 差不多十五分鐘他都搞定的 其實張先生他現在這麼小 學過小提琴他要找個小一點 他這個是四分之一 他其實開始學的時候 他是用心十二分之一 我聽張太太說 Mercedes就是perfect note 其實什麼叫perfect note perfect note就是 你在鋼琴彈 譬如說聽一個音樂 你問他那個音是什麼 他就可以說得出來 但是他之前真的學過 他也有一點要學 他也要讓他訓練他 之後就好像他媽媽那樣 因為他媽媽是 他媽媽是perfect note 所以有時候他在鋼琴和我 我就試一下他就說出來 他說到你來 我們就在這裡玩遊戲 那還不是遺傳 我媽媽有perfect note 女兒有perfect note 真的很好 很厲害 他現在會不會已經很自律 到時候到後都不用你逼 不用你吹 他就自己會埋位 就練習 他會吹一下別人 對 如果好像午餐時間 通常學生都會坐在這裡 大家一起吃午餐 這麼多年 他是第一個在這裡 time is up 大家一起練習 不過我相信很多家長 都希望有些 好像Mercedes 那些小朋友 但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 大家小朋友 天才兒童 會不會比較孤獨 待會下一部份 回來我們繼續和 張先生、張太和Mercedes 聊聊天 天才音樂家 7歲 Mercedes 聊聊聊天 我知道 除了彈小提琴 除了有鋼琴之外 還有很多嗜好 對吧 你喜歡做 你喜歡做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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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傳統音樂 玩卡 玩卡 畫畫 色彈 影片 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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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笑容 跟其他小朋友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他是唯一喜歡聽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 是他自己喜歡聽 其實你們在家常常都聽 所以令到他也有了那個習慣 其實呢 他開始的時候 他是聽寶寶歌 好像小孩子那些 很可愛的寶寶歌 然後慢慢就 因為他自己學了樂器的啦 然後他就 我開始會 給他聽 聽一下 《Twinkle Twinkle》 那些比較容易 去接受的 然後慢慢他自己彈 深一點 他就自己有那個 想去聽 別人彈性 有很多藝術 對嗎 你最喜歡誰啊 誰是你最喜歡的藝術 啊 Cirac Chang Sara 啊 我自己 自信心霸棚 你喜歡自己啊 啊 啊 Hypex Ela Perman 啊 啊 Cirac Chang Nidori And Cutie 對 還有Cutie 不過很多時候呢 我們經常都說 就是天才 可能都會比較孤獨 那其實你們擔不擔心 譬如他在學校啊 人際關係啊 溝通啊 學校那些 有沒有 因為太過著重於音樂 而影響了 都是性格 他都很多朋友的 他 他都很喜歡玩的 他好像他Concert那時候 他的朋友 他都是最好的朋友 來陪他 所以 和他在學校都很普遍 他很開心的 是啊 我看到他又開心 又自信 而且真的 那個來性很好 因為 老實說 坐了在這裏 你們看就不覺得 都差不多有個幾兩個小時 他都很乖 坐在這裏 動一下那些 就沒得商量了 很多小朋友已經坐兩分鐘 已經跳來跳去 但其實 譬如你們兩個都是音樂家 你覺得 學音樂 是否真的可以 逃惹到性情 是否真的可以 令到那個小孩 有些耐性 從這個角度 我就不想 只是說 只學音樂可以 學到耐性 畫畫都可以 音樂是 真的 挺困難的 就是 好像 剛才他演奏的時候 他一想 他演奏 他就不可以有錯的 所以 我們就要訓練他 有這個 有這個記憶性 還有這個 有這個 就是 那個focus 很好 所以 其他 譬如說 你考試什麼 你做錯 你都沒交捲之前 你都可以改一下 但音樂一騰出來 就沒得改的了 對著觀眾 你一騰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了 所以 做這件事 就要培養他 很有自信 沒有這個自信 有時都很難 走出台 對著這麼多觀眾 但是壓力呢 就是他會不會 有壓力的感覺 就是走出台 這麼多人站著 會不會腳軟的 有時他很喜歡 有那些 attention 但是 most of the time 他就要一定很focus 所以他很focus 他就自己 會做得好 and after that 猜獎什麼 他就很enjoy 是的 那剛才跟張先生 聊天 他也有說 其實如果小朋友 要學音樂 第一個先生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在第一次接觸 這個樂器 學得對都很重要 因為學錯了 有時你中間要轉先生 是不是 那小孩子 對那個小孩子 都幾辛苦的 就好像你拿廢話 好像我現在都拿錯 但是拿廢話 不要緊 就不用對著觀眾 對嗎 那我就 我都不會理 但是叫我去 舉拿廢話 其實很難 就好像 音樂的東西都是 一個habit 一定了 舉回 就是明知錯 要舉回音 有時都幾難的 那Mercedes When is your next concert I don't know 什麼時候會 會不會再有下一個演奏會 我是想給他 就是每一年都開一個讀奏會 那其實都有 有一些社會 都有邀請他去表演 但有時我覺得我都會選擇 選擇就是不要讓他太過多 不是太過多 還要更加注重 在這裡 穿他 多一點 叫他特色 好啊 那今天很開心 可以認識到張生張太太 也都認識到這個 七歲的音樂小神徒 在這裡預祝Mercedes 前途無限 繼續彈好你的小提琴和國琴 好嗎 多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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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